回來人生字典 今天DESTA在直播室請到醫生 是來自中大疑科學系及苦產科學系的遺傳醫學應用副教授 莊淑貞醫生 你好 座醫生 名字很長 可否跟聽眾介紹一下專科的特別地方 這個專科的名字很長 其實是醫科裏面的再專科 顧名思義醫科就是看小朋友 由出生到18歲 這個專科就是如果小朋友有些問題 例如他有先天性病或基因問題 就會看到我們這個基因科 即是在醫科裏面的再專門 但醫科和苦科就拼在一起 我都會看苦科的症 不是說有些人以為我會幫人生孩子 其實不是的 其實就是他可能之前生了一個小朋友有問題 他想檢查一下基因問題 看看下一胎還有多少機率 或者怎樣避免下一胎有同樣的事情 或者是我們用人工受孕 可能是選杯胎的都會是這樣 檢查基因其實可以怎樣檢查 都是抽血還是怎樣檢查到基因 可以很多方法 可以抽血 可以頭髮 可以頭髮 口水 皮膚都可以 但一般我們都會用抽血的方法 不如跟莊醫生談談 從醫之道 你媽媽也是 你的學校就是櫻華女校 是專門出醫生的 那不是這樣說的 是否中學整個蠟致 是要跟師姐做醫生的 其實中學頭頭沒有想過做醫生的 那就是去到 可能中四、中五 你要想選擇科的時候 就會想 學校很好 文科、理科 對 選了理科 選了理科 其實有很多選擇 學校都很好 他不會說 逼你一定要去讀醫 有很多機會讓你去了解不同的科目 當時我想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就是學校讓我們去做很多社交工作 我其中有一個長期的義工 在學校做了幾年 就是幫名愛那邊去做一些有智障的小朋友 去活動 那一刻開始 就是第一次接觸小朋友 還有有病的小朋友 就開始想 不如第二次去讀醫 其實想完已經是照顧小朋友 當時已經有一個方向 當時有一點點的方向 但就未正式說 一定要做儀科 要做儀科 後來再進入去 就是認識了深入學科的分類 所以透過幫人的時候 覺得自己是想更加有能力 去提升自己 幫助多些人 這個方向 我覺得就是學校給你很多機會 去見識 即是說 這個世界不是只讀書 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人 你可以在社會裏面 看到一些不同的人 你就會想 其實將來自己 在社會的定位 想做些什麼 但是進入醫學院 就很艱辛 經常都要考試 背書 那時候 中大讀書的醫科 同學很忙得不得了 有吃飯 可以了 看看下年行不行 很忙 其實經歷過程 讀醫的艱辛是怎樣 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回想起 當時其實也不算很辛苦 回想起就是不算很辛苦 我記得第一年 我在HKU 第一年就是剛剛轉火情 我們整班好像白老鼠一樣 就是他用一個案例去教你的病 譬如說 我還記得 他有糖尿病 糖尿病的病人 他有什麼病徵 他有什麼不能吃的 他會怎樣表現出來 很多事情要去找資料 我記得第一年很忙 每次上月堂 就跟一班跟我去找資料 但整年 總歸來說 都是忙的 週末回家就 煮劇 頭頭還有煮劇 要輕鬆一下 但這個過程 除了做義工的時候 啟蒂了你對有病的小朋友的憐憫 讀醫後有很多科 有心肝皮肺腎 很多可以專門鑽研下去 最終你怎樣走上這麼專門的義科 因為我所知 其實很多科 相對於義科賺錢 特別是做手術的科 有手術做就容易賺錢 譬如虎科 做生仔賺錢 真的做生仔 前途更加漂亮 湯頭 一個個湯都是錢 你選擇兒科 相對來說 應該沒有那麼多手術做 但還要再冷門一點 做維廚和基因 什麼吸引到你做這件事 其實這個也不是自己選擇 我覺得是天安排給我的 天安排給我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去做實習醫生的時候 當時開始要找工作 開始想做什麼課 我有做到義科的實習醫生 我覺得我挺喜歡 我去報告 某來威爾斯收了我 我入了中文大學威爾斯 第一年 其實你做訓練兒科 不一定要選擇這麼難門 但就有個同事 他去了英國 他主日是看老的門診 醫療科門診 就找了我去看他的門診 我在那個門診 就看到很多病人 很小的病人 他有抽筋的情況 有腦減的情況 又沒得解 那奧羅就會覺得 我們好像只是派藥 沒有想到他 究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原因 當年就不是很多基因測試 可以做的 所以一直去想 這些病人會不會有病因 會不會早些醫療 他不會抽筋那麼差 控制得好些 會不會說回一些事情 那一陣子就發覺很多病 你越早發現 他越早醫療 那個人是完全不同的 好像又完全行不到 你醫了他 如果早醫療 他完全行到 完全講到話 我覺得很值得去做 我自己 因為我也有做 部門那邊 我有一個好好的朋友 也有很大的感受 他是腦部 腦部 腦時有癌症 然後切了癌症之後 因為他家裡也不太富有 做物理治療 做到他會走走走走 公立就沒得再做了 不過他無法再做到 hosts有看見 也在手指衝線 你會看到那些手指 也還不能개를開 但是 過了那段時間 即使現在想做 都做得到 晨星康復不起來 神經還把它改正 如果小孩子可以 有這樣的方法 有些iycha 神'sDOC 可以用很早找齊 再遭了治療 一定會被一輩子 都會影響到一輩子 但其實這個 會不會 сцен奧 一般醫生會有雙方卡做到退休 但這個專門學問 你要不停更新世界上最尖端的研究發現 動力在哪裏呢 動力是整個社會的幼兒健康完全不同 例如我在澳洲做了一年 體患有病和代謝病 發現他們的嬰兒出生可以檢查病 香港是沒有的 所以到2013年我回到中文大學 幫忙建立香港全港第一個生生兒代謝病篩查 所以全港的小朋友一出生頭七天 我想你寶寶都應該有了 就是督腳板 就會檢查那30個代謝病 其實就是我們弄出來的 謝謝你 待會回來再感受一下你的貢獻